好 各位優樂方的夥伴大家好 我是Tiger 我是優樂方合作農場的農場主 二號 以後今天沒有到 二號要我跟大家 各位問好 然後 很榮幸能夠來參加優樂方 台灣八週年的年會 優樂方已經幾歲了 30歲了 然後呢 從認識Galaxy到現在 實際上也過了12年的時間了 這12年的時間 實際上是一個充滿了 這個驚喜還有挑戰 這個有淚水 當然也有漢水 那所以對我們來說呢 這個 C2Seal這個 這句話對我們來說 不是只是一個口號 它也不是只是一個 公司企業的一個理念 對我們來說 它其實是一個實踐的過程 當然它呢 也是一個充滿了珍貴的這個回憶 以及故事的一句話 這個故事呢 要從哪裡開始呢 我底下分三個章節 來為各位說一下這一段故事 好嗎 一個重要的這個緣分 這個要經過 其實要經過蠻長的一段 一樣的過程 1988年的時候 我父親那時候要 申請日本一個大學 叫富山醫科藥科大學 的一個進修 考核他的呢 是一個叫做藍波恆雄的日本教授 當時他是日本非常重要 在生藥界非常重要的一個態度 他在考核我復興的過程當中呢 就問到一段歷史喔 這個歷史呢 是在台灣的東部台東 那個地方呢 在日據時代叫做 叫做什麼藥山 那個時候種了 兩個非常重要的植物 一個叫做金雞納蘇 一個叫台灣千金藤 種了多大面積 700多公頃 用來做什麼呢 治療肺結合 一直到現在 大家去查一下 這個台灣千金藤 它的重要成分叫做千金藤素 COVID-19的時候 有人把他發明 用來治療上呼吸道感染的一種藥劑 我父親因為回答得已喔 所以就被這個藍波恆雄教授收入門下 當時他已經八十幾歲了 在這之前啊 就日本人在殖民台灣之前 其實對台灣的這個藥草 其實就做過非常多的研究喔 那個時候 日本人在台灣發現有六百多種 就小小的一個台灣喔 就有六百多種的這個藥草 是適合做發展的 所以在收我父親為徒之後 我父親才發現喔 他會被這個藍波恆雄 藍波教授收入門下 其實是 藍波恆雄教授很早 就想要找一個這樣子的徒弟了 為什麼 因為是要到台灣來尋寶的啦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父親呢 就走上了一個 跟藥草結合的一個不歸路啊 他常常要上山採藥 去做這個藥草的採集 做鑑定 收集回來之後呢 要收集種源 做分類鑑定 做採種 做繁殖 做這個種源的保存 以及建立這個種源庫 經過這樣子的過程啊 大概持續了二十幾年的時間 終於啊 這個緣分在關鍵的2011年 發生了 在這之前我父親做過了這些 這個收集啊 光是在台灣 日本發現啊 台灣的藥用植物 那個時候大概有六百多種 好 我父親這段時間啊 大概經歷過二十幾年的時間 也走遍了這個台灣的山山水水 當然也跟很多台灣的這些 藥用植物的這些建立專家 然後也建立了台灣的這個藥草 多少種源庫 收集起來台灣 不愧是寶島 小小的一個地方啊 可以做藥的藥用植物 就有多少種呢 兩千到三千多種 這裏面可以當作精油的植物 少收有一百多種 也是因為有做了這樣子的一個累積吧 這個能量蓄積到這個時間點到了 2011年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非常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 他是誰呢 這是我們的 Gary 先生 2001年在屏東的這個科技大學 那時候舉辦了一個叫做南島醫藥農業研究中心的一個開幕典禮 Gary 受邀在裡面可以上演講 並且他問了台下這個聽眾說 他想要開發具有東方帝國風型的精油 跟現在全世界其他的這個主流精油不太一樣的這個精油 他希望在座有誰呢 能夠幫他完成這樣子的任務 我父親呢 本來是住在最後面 結果聽了 Gary 的演講 從最後一台他就把他抵台這樣 坐在他前面很注意的聽他演講 所以 Gary 他就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父親說 哇哇就是我 我可以幫你完成這個任務 那 Gary 就很驚訝 現在居然有人第一次可以這麼熱情的回應他 所以在會後的時候 他就跟我父親交換影片 不是只有交換影片而已 他馬上恢復他的助理 那時候他的那個特別助理叫什麼 叫 John John 他是 missionary 就是這個 missionary 什麼翻譯 對我們教的那個叫傳教室 而且他住過哪裡 他住過台東跟華聯 住了三年的時間 所以他鼓語講的很標準 我這個我父親舉手回應了這個 Gary 之後呢 Gary 雖然是很驚訝 可是他還是保持著華藝的態度 所以隔沒幾天啊 他就要那個 他的特助就是 John 親自跑一趟台東 好 那個時候我在打臉 那個時候我還在四川承諾的某個地方 跟那個小貓做領事 我父親趕快打電話要我回來 他說你回來 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啊 需要你幫忙當翻譯 結果我就特別抽 從那個四川回到台灣 就見別人 就那個 John 這樣過來 後來才發現我沒有用 我只是因為這樣 國語講的非常標準 不過也是因為這樣啊 展開了一段非常特別的這個奇妙之旅啊 就是這個鄉分泰索的這個奇妙之旅 就因為跟我們見面之後他也很驚訝 說原來台灣喔 不是只有他之前在台灣認識的台灣 我們台灣會叫寶島 不是沒有理由的 台灣的這個地方呢 社會多藥性非常豐富 光是可以當藥的植物啊 就有兩千多種 這種社會多藥性在全世界 是可以排名前幾年的 所以他馬上打電話跟Gary說 那個會議當中那個 那個Mr. Lee啊 他舉手說可以完成你的 我看起來他沒有追牛喔 可以給他一個機會 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就獲得了一個難得的這個機會 Gary給了我們一年的時間 去準備 他說給你一年的時間 明年我會再過來 看看你們完成的這個成果 所以他就寄了給我們一個這個 這個是一個 不少大概兩公升的一個小小的萃取草 很小喔 在實驗室裡面的這個萃取草 那就花了一年的時間 我夫妻把他之前研究商 開始做衰選 衰選出他覺得有可能有精油 有香味的這些植物 然後開始去做出樣品出來 隔年就是2012年的8月 Gary如其 就如他所說 七次過來考察了 好 那當然這之前我們做了很多的功課啊 他來不是試考察說 到底你當初對我所下的承諾 有沒有達成而已 他想要在我們的這個安排下面 更進一步的來認識台灣 認識台灣的什麼 認識台灣的植物跟土地 所以我們跑到很多的地方 而且他整整待了一個多年 我們就陪著他上山下海 造訪了一些社區部落 看到很多的土地 最後就來到我們自己的那個實驗工廠 那個時候從兩公升 然後我們換了一個80L的一個蒸餘草 長相非常奇怪對不對 Gary看到之後就搖搖搖說 這個不行 所以他就畫了一張草圖 隔夜就拿來給我們看 才有各位現在去農場啊 我們台東農場看到的那兩座 那是當初Gary他改過了 整個過程呢 與其說我們安排了整個路程 其實我覺得是我們跟著Gary的腳步 去慢慢發掘什麼樣子的精油植物 才能夠真正的幫助到大家 所以一直到現在 我們還是跟著Gary的腳步 不停的在探索 值得去在市場上去發展的這些精油 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持續著 不過也因為這次Gary來 我們成功的把這個一百多個 這個植物選出來之後呢 大概有六十幾個吧 應該是五十幾個 這個精油的樣品 以及他的這些植物 不過我在Gary來的那一次啊 我在一個大桌子上一字排開 就是精油樣品 有植物 植物的樣品 甚至於還有他的Hydrosol 一字排開 Gary看到大吃一驚 他就一個一個品嘗 而且他要拿那個咖啡粉做什麼 要refresh一下他的嗅覺 而五十幾個品嘗下來 他選了十二個精油植物 其中一個柚子柚子精油啊 他對於他的那個花香的精油 跟他皮的精油 他覺得很滿意 所以實際上是十三個精油 十二種植物 這個植物在現在我本來叫做什麼 叫做Golden Trail 到現在為止 這個聽起來很像讓人很興奮對不對 怎麼一來啊 就選了十二個精油 那我們要是跟隨著這個Gary的腳步 那這個精油放送到全世界 那我們就大發了 所以到時候我是非常的興奮 可是事實證明啊 那個才是一個痛苦的開始 也是一個挑戰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後面要做的事情更多了 那個時候是八月份的時間 Gary馬上就下來一個指令 在我們現在的程度是不夠的 十月份你跟 因為我當時也在現場嘛 他說 Mr. Lee跟你兒子Tiger 十月份呢 你們來一趟美國 猶他州 我來跟你們講講 什麼叫做C2Seal 所以我跟我老爸就像 這個實習生一樣啊 十月份呢 我們就展開了一個C2Seal的 這個見習之旅 這個見習之旅呢 後來我們回想起來 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是台東合作 台灣合作農場的一個企業 在類似的見習當中 當時我們這個GHQ是長成這個樣子 不是各位現在看到的那個GHQ 我們後 我們現場應該有很多老屁股呢 這個舞蹈 應該還印象有 有這個印象對不對 這個是十幾年前 GHQ長成這個樣子 當然這個是那時候的我 剛才比較多一點 這是我們的倉庫啊 就是在 這個叫 The Spanish Fort 倉庫跟整個 精油生產的那個現場 這是當時的實驗室 這是當時那個實驗室的那個 Vice President 叫Dr. Coley 大家應該有 有些人但是他 經過了大概 一個禮拜的這個見習 有Gary 其中有幾場 Gary親自帶我們去看看 真六場應該長什麼樣子 真六的過程應該長什麼樣子 真六之後 你要怎麼樣子去做油水分離 應該是什麼樣子 甚至於他帶我們到田裡面 還拿了一個甜度計 告訴我們說 虛一場採收的時間點 要怎麼判斷 他長出到第幾朵花的時候 要產下來 然後呢 要放在那個甜度計上面去做測試 大家知道為什麼要測甜度計嗎 因為很多的精油成分的形成 它的 它的最上面都是不到它 所以我要去真正那個甜度 我才知道說 欸 在哪個時候我 我去採收的時候 我精油的得率會是最高 它的成分含量也會最高 它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 每一個細節 其實帶著我們做一遍 所以我才說啊 選出了那個十二個精油植物啊 不要高興的太長 挑戰才剛剛開始 Gavin就開始別派工作了 學習的過程當中 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 要怎麼樣去實現一個農場 這個場要怎麼樣子建立起來 他大概親自的就 帶我們走過一遍 這一場見習之餘對我來講 真的是這個充滿驚喜 當然也充滿挑戰 也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我拍一下Garry跟我父親 走在我前面那個照片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的腳步啊 是我願意花一生去跟隨的 所以那時候我下定的決心 我要從一個這個 這個我們這邊的 叫做電子工程師 我情願的放棄電子工程師的這個身份啊 我要好好當一個農夫 追隨他們的腳步 不是只是從天 不是只是在農場看啊 Garry為了讓我 讓我們對於他農場整個規劃 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印象啊 他讓他的特殊 他的特殊就講 John 就像開飛機啊 實際上帶我們 到整個天空去繞旋 讓我們看看Modafone到底長什麼樣子 Garry為什麼是這樣子規劃啊 從天空上給我們一個更清晰的概念 一個農場啊 應該長什麼樣子 不是只是到現場 看看植物種在哪裡 這個路徑怎麼走 你要從天上去看一下 整個農場的蓋關長什麼樣子 從天上看到的是像這個樣子 這是我自己拍的啊 最後Garry請我們去他家 呃 帶領整天啊 從早餐 然後吃午餐 最後還跟他兩個小兒子 打開啟酒 然後我們又回到農場 造了一個合照 然後這個Garry就不送心腸 就交代我們說 以後呢 要拜託你們啦 接著他就消失了 消失了一天的時間 然後本來是隔天就要簽約了 一直到我們要上飛機的前幾個小時 他才跑回來 因為他去鬥了手術啦 我後來才知道他帶我們那幾天啊 他的手其實是一直在疼痛著 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很像參加了一個活動嘛 他的手受傷 醫生叫他一定要趕快開刀 結果我們在那個要看到的時間點過去了 他只好忍受了痛苦 待了我們一個禮拜的時間 其實帶我們走完整個Sea to Seal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特別的珍惜你跟Garry啊 帶領我們 呃 就是 就是一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Sea to Seal 他不是一個禮拜 為什麼 因為是Garry手把手親自帶領 他的錯痛苦 一個禮拜 沒有去開刀 也不聽第三道話 就為了把Sea to Seal最精髓 他想要我們完成的這個事情 一點一滴親自的告訴我們 所以我才認為說Sea to Seal對我來講 不是只是一個口號 不是只是一個禮拜 他對我來講更是一個使命 也是一個傳承 所以Garry那時候希望我們這個 台灣這邊建立的這個農場 至少要具備幾個功能 第一 就是 從研發開始 分做幾個階段 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要幫他去找尋 具有開發潛力的這些金油植物 不是只是他當初選出來的那十二種植物 他希望我們持續的去做什麼 做搜集 就是剛剛Vance有提到 Sea to Seal裡面 最上面那個做搜集 他希望這個 這個工作呢 我們可以持續的來幫助到他 所以第一個就是 做搜集 新品項的開發 新品項的開發 不是只是找到而已 找回來之後 你要先做什麼 你要先做成分分析 剛剛說到那個GCMAS 那個只是第一步而已 拿到植物之後 就要先做什麼 SPMP 先去鑑定一下他香腔的氣味 甚至於萃取出他精油的量品 去做成分分析 分析完成分 確定好香味之後去評估 他到底是不是有市場的價值 有的話 才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我們把他叫做Rank It Up 或是叫Panara 這個階段呢 我們會試著把植物種出來 但是這樣不能種太多 因為你還不知道他可不可以量產 所以先進入到所謂的市場階段 在這個階段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把植物它生長的模式找出來 怎麼樣子的種植條件 才適合這個植物生長的 我們在這個階段必須要很精確的 去把它找出來 並且去訂定它的生產規範 這是第二個階段 那第三個階段呢 就一直是我們期待 就是進入到量產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會從市場小面積的種植 擴大到大面積的種植 然後最重要的這個農場 在第三個階段的時候呢 他希望這個農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把種植到蜜蜂這個理念 透過一個實踐的過程 可以展現給我們在台灣 甚至全世界的這個會員來看看 這個實踐的過程 到底怎麼樣子在一個新的地方 在一個新的農場它實踐出來 他覺得台灣合作農場 可以扮演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這個是當初Gary給我們的三大任務 每一個任務當中都有他的小細節 每一個小細節實踐起來 都是要發揮很多的精力跟努力的 所以 再回來之後 我們就積極的在籌措這個農場的建設 找了好多的這個地 然後也在幾個地方試種過 最後還是回到這個地方 就是在台東大學資本校區的旁邊 當初在2012年Gary來這邊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東大學還沒有幹 我們那時候只是一個荒郊野地 Gary就看到這塊之後 他就要我們停下來 因為那邊有一個看板 寫著叫做有機農業栽培集團區 他問一下那個看板是寫什麼字 我們說這是一個有機農業栽培集團 他說要停下來看一下 看一下然後他就 因為都荒菸漫長 他就進到那個荒菸漫長那邊 幹嘛 蹲下就撿起那個泥土了 我一聞 然後放進嘴巴裡面把它攪一攪 然後攪一攪之後呢 就品嘗了一下就回國頭來 問了一句話說 我可不可以買這塊地 我可不可以買這塊地買下來 當初我們被他的奇怪動作亂做了 我就說 這個可能還要問一下 他就 不是可不可以 後來我們就走了 這個蜜月還是蠻奇妙的 找了那麼多地去選擇 什麼地方才適合做皺子 最後還是找回來 找回來 找回來那個Gary 所以選擇那一塊地 他覺得 他當初也越買下這塊地 最後我們的這個農場 還是在這邊建立起來 這個秘密的安排 有時候覺得 回想起來還是蠻奇妙 所以從一開始的荒菸漫長 我們開始去做整理 我們自己也去這個 山上乾淨的這個 土壤裡面去採菌 我們自己去培養這個 益生菌 自己做有機肥料 自己做育苗 然後也做了幾次的試驗種植 剛剛我們是講的一個 我父親的那個指導教授 蘭波橫雄到台灣四次 然後考察那個地方 就是叫藥山 現在就叫樂山 我們採收的時候 這是中的Vitex 採收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樂山 我就想起來 就同樣是 日本的蘭波橫雄教授 然後美國的我們Guerlian 都看中了這塊土地 這個時工不一樣 可是 不一樣的人 同時選擇這塊土地 所以回想起來 我覺得 我們可以在這塊土地上 種出的這個植物 來實踐CIP to seal的這樣子的理念 我覺得 那個是不是命命之中 就有一種安排 對我們來說 它可能就是一種食物 好 時間過得實在是蠻快的 到現在已經12點了 這個農場 已經有辦過至少 七八次吧 七次 七次的農場活動 今年也遇到一個蠻大的一個轉折 我們希望這個農場呢 可以透過這個農場 不只可以宣揚CIP to seal這個理念 同時我們希望這個農場 可以更多的呢 能夠來跟我們會員 跟我們夥伴可以做交流 所以往後呢 我們可能可以透過臉書 或是其他的一些活動 來跟大家見面跟交流 所以 最後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CIP to seal剛剛說的 實現的過程 它實際上是 是非常嚴苛的 在這個之前 有一個合約是我們每年 即使是已經合作12年 每年這個合約我們就要重新簽 這個合約叫做什麼 Lake Act 每年都要重新簽 而且呢 而且會有一個第三方 有點像那個會計師事務所 專門做機殼的 這個叫Global SCS 300多個item 它陪你一個禮拜 一個一個去檢測 從你的腫圓哪裡來 從你怎麼樣子生產出精油 你怎麼栽種 它一個一個跟你做檢測 而且你還不能問它答案 就是說它覺得這邊不好 然後你問它說 那 這個怎麼樣解決 它說 我是負責做機殼 Solution 你要找總部做討論 而且你們自己要想出辦法 所以 CIP to seal也不是只是理念 對我們來講 也不是只是實力 它同時也是一種考驗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在這麼嚴格的考驗下去 保證這個高質量品質的精油 可以被生產出來送到各位的手上 所以 我這邊要做一個比較 這個是 呃 台灣這個做植物新藥開發的一個過程 從最前面的被臨床到進入到臨床實驗 那因為它是植物新藥的開發 所以它必須要符合聯合國 我們會成組織的一個規範 叫做 Good Agricultural and Collective Practice 4Megas Long Play 針對要用植物所建立起來的 農業操作規範 大家看一下喔 它的操作規範 從總圓 從栽種模式 從彩後加工 從品質管控 從包裝運輸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眼熟 有 它是不是就是C to seal 總圓是不是C 采配模式是不是就是Cardivation 柴火加工 我們就是什麼Distillation嘛對不對 品質管控 就是Testing囉 最後是包裝運輸 那是不是就是我們的Seal 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的Seal to seal啊 實際上它代表的是一個高規格 一個醫藥級的種植模式 我們生產的經由是用製藥的規格去做規範的 所以我一個做農業生產 做藥物植物種植 做金油植物種植的這個切入點 我覺得我最有立場來說這句話 就是Cardivation金油的品質 不是只是縮成環的 它真的是針對每一個細節去要求 所生產出來的這個金油 所以每年呢 就之前年會的時候呢 我最高興的時刻就是揮舞著國旗 上去在台上揮舞著國旗 說I come from Taiwan 這個Dary選中的這個12環金油 我目前真正推出了在上海 我希望之後呢 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很快的呢 我又可以在我們總部 這個舉辦年會的時候 又可以上去揮舞國旗 然後有新的品項可以推出來給大家 那每年呢 在農場呢 也都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跟各位做交流 我希望未來這個農場 可以敗你更多的角色 不只是飛往這個C2C的裡面 也可以在這個農場下 跟各位一起創造感動的故事 好 每年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